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呢 就暴露了他某些致命的缺点 比方说他开始是在长春 第一汽车制造厂当技术员 那个时候他就有个外号 一个绰号 这个绰号叫科里空 科里空是什么意思呢 科里空是苏联的一个话剧 战争时期的话剧叫前线 这里面写到一个记者 这个记者就专门制造这个夸大的新闻 就是根本是一个很不实在的人 那么我们至少从别人给他起的这个绰号里 可以知道江泽民是一个很轻浮的人 不是一个踏踏实实 老老实实做事情的人 对不对 那么后来就去苏联留学 就回来 我知道他在第一期间工业部 做外事局的局长的时候 那个一级部的领导 对他就是不喜欢的 也是因为他精浮 宽快气弹 不正业 后来他当了电子工业部的部长 我又听到一点情况 就看得出这个人的 后来他为什么会当中国第一号人物的一些情况 他很善于去搭接上层人物 例如彩色电视机刚刚在中国出现 对不对 都是国营厂的生产的 他就一台一台的把那个大彩电送到一些部长的家里 那么送去也就完了 他一定要亲自送上门去 不但送上门去 而且要帮助人家 一只腿跪在地下 帮助那个领导人把这个电视机给调好 就是伺候的周周到道 到上海当市长之后 我就听到他下面的人跟我说 他有一个指令 就是说凡是北京来的副部长以上的干部 他一定要出面接待 这个就没有多少必要 对不对 要看是哪个部的副部长 哪个部的部长 跟上海市政府的工作有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你何必每个都接待呢 每个都接待你要出去到了宴会 是不是 那就说明他在继续拿关系 讨好上面的人物 那么你可以想见 邓小平和李先念到了上海 他又会如何的殷勤 对不对 邓小平每年冬天要去 李先念也要去 在上海郊区有很高级的别墅 他们在那一住就住一两个月 甚至两三个月 那江泽民是伺候的非常之周到的 李先念为什么那么喜欢他 就因为李先念在上海 有个小老婆 现在叫二奶吧 就是李先念的一个护士 跟他同居 而且生了个孩子 一个私生子 你想遇到这种事情 江泽民第一个要替他保密 第二个 对他的这个小老婆呀 他的这个小儿子 一定是伺候的周周到的 所以讨得了李先念的宠爱吧 恩宠吧 胡耀邦和赵紫阳下台后 邓小平失去了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得力助手 新上台的江泽民不仅不推动改革开放 而且从理论上批判改革开放 因为江泽民上台以后 他接受教训 他是从反面接受教训 他认为胡耀邦赵紫阳 两个总书记垮台 都是因为得罪了存云 得罪了左派 得罪了计划经济派 得罪了强硬派 所以他要显示强硬 那又说了很多这一类的话 比方说一定要叫私营企业 它叫做什么东西 个体户 要把他们搞得倾家荡产 说了很多这种语言 反对自然阶级自由化 要反对和平演变 就是要收集 把原来的知识分子 争夺的某些自由 要收回 自由市场 市场经济的某些东西 也要改变 就是要倒退了 但是当时依旧是中国 真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 却知道 只有继续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才是使共产党维持统治的唯一途径 看到江泽民没能够有这样的眼光 邓小平于是亲自采取了行动 这个时候邓小平就看着不行了 邓小平那个时候 已经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江泽民 救委主席也给了江泽民 那他没办法了 谁叫举家男群 当然这就是老婆 我带了自己的女儿 他跑到山海 跑到深圳 跑到州海 他当然说谁不改革 谁下海 所以当时就是很紧张 当时人家以为又要放人了 但是为什么没把它搞掉呢 就是因为已经搞掉了一个胡耀方 一个赵紫阳 都是邓小平亲手扶起来 又亲手搞掉的 中国不是有一句话叫做 是不可过三吗 据说邓小平当时私下也说过 就不能再搞掉第三个了 不然的话就把它搞掉了 并不喜欢 你看出能力也不行 江泽民听了邓小平 说这个当时赶忙着转弯着转回来 按照邓小平的指引去做 好